公立生日,代表着一个人由太阳主宰的命运如何?好日子不仅在中国古代农历中有讲究,西方公立生日也有幸运日哦。财运跟出生的日子是息息相关的。那么究竟出生在哪一天的人,会有过人的财运呢?Number E生日为每月十、二十、三十的人。 有钱就花,不喜欢存钱,所以很难留住大笔的财富。及时勤乐的思想非常鲜明。想发财的话要学会储蓄。借记钱可以生钱。不做长远打算难发大财。Number E生日为一,十一、二十一、三十一的人。财运家,运失望,有得大财的可能。 但这些日子出生的人物欲比较丰富。需请记不可挥霍财产。否则中年之后举步维艰。建议年轻的时候多做心累。 这些致富经验,会为以后的他们创造奇迹。Number E生日为二十二、二十二的人。 年轻时有创业机会。发展前景非常好。但是理财方面欠缺计划。容易因为计划跟不上导致损失。建议在任何时候都要未雨绸缪。做好应对生意上变化的准备。借记大宗借贷。很可能难追难锁。Number E生日为三、十三、二十三的人。 赚钱本领极佳。是不靠运气靠实力的人。形势在差。尾数为三号出生的人。都会逆流而上。把握先机。无论是生意还是职场。都有一定的威望和助力。顺风顺水。需要注意的就是不要为了不该花钱的人而浪费自己的金钱。Number E生日为四、十四、二十四的人。 尾数四日出生是大富大贵的象征。在西方功利中。数字四代表的就是财富。四是非常吉利的数字。所以这些日子出生的人。都有最好的财运和贵人运。 只要稍加努力。富贵的生活绝对是可以看得到的。Number E生日为五、十五、二十五的人。 五为尾数出生的人。不缺钱花。但是并不会赚大钱。他们算是人群中比较光鲜。算过得去的一群人。但他们的大宗消费是比较谨慎的。没有多余的钱才去浪费。他们大多数喜欢稳定收入的工作。 如果想要赚大钱。就得发现机会。兼职一些小生意。也可以增加财富的积累量。Number E生日为六、十六、二十六的人。 赚财能力大于聚财能力。哪怕收入越高。他们也会花得一钱二尽。甚至还会造成入不敷出的窘境。但花钱如流水的他们。交际能力甚佳。人缘也非常好。 所以就算钱都花光了。也会有人愿意解囊相助。只是建议尾数为六出生的人。不可以过分的依赖他人。毕竟内外有别。 保管好自己的钱财。才是长久之道。Number 8生日为七、十七、二十七的人。生日为数为七的人。需要培养良好的消费观念。他们喜欢把钱花在不该花的地方。但财运天生较好的他们。是能赚到钱的。 因为光靠工资过活的日子他们可受不了。建议这些日子出生的人。可以佩戴增强金运的饰品。既任的助裁。也能汇聚运系。